没有手的女人正要哄一家 突然听见垃圾桶传来婴儿的哭声 她是残忌人 本不想管这麻烦事 但她也被抛弃过 相同的命运让她忍不住回头 说什么也要把小孩救出来 她试图用嘴雕 可牙齿无法承受 无奈下 女人只好将垃圾桶拖到台阶旁 用脚抱出了婴儿 或许她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 女人叫傅嘉义 从小就没有双手被父母抛弃 幸好被捡回福利院才能平安长大 她还有个弟弟叫傅曼多 听力有障碍 她就做弟弟的耳朵 弟弟做她的双手 两个残缺的人 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完整 她给小孩取名傅丢丢 承诺一辈子都不会再让她被丢弃 可没有手的人 仰起孩子来谈何容易 每天光是泡奶粉就让她头疼不已 每次都会嗓 还差点疼伤自己 养娃除了费精力 更费钱 你疯了 孩子有多了 你购奶粉 要是送二十的 真不钱 福嘉义却提了心 要把娃圆好 她每天都在网上 努力学习育儿知识 很快就学会了 用脚冲奶粉 哄孩子 吹头饭 听障弟弟也被她的爱打动 爱上了这个 童定向人的小娃娃 她专门捡来一辆 废弃的购物车 精心装饰 再放上漂亮又松软的被子 就是独一万的婴儿车 他们虽然没有钱 身体也残缺 对丢丢的爱 却始终完整了健全 对他们来说 养育丢丢 就像养育童年被遗弃的自己 三个没人要的孩子 就这样组成了缺一不可的家 可这时 警察却突然上门带走了孩子 说嘉义舍心拐卖 真相到底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影院探索 看完电影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女主傅嘉义了 她明明失去双臂 却能和常人一样生活 甚至还能事无巨细的 养活一个婴儿 要知道 一个残疾人 要排除障碍正常生活 往往要付出 比常人超百倍的努力 光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和灯泡 活动人用手就能换好 她必须坐在凳子上 将身体完成围子 硬身上用双脚 将灯泡拧上去 如果是你 你能坚持多少秒 要演好傅嘉义 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力量 佟丽娅为此提前训练了半年 她得时刻克服 用手做事的冲动 只能用嘴和脚去生活 一旦没忍住用手 就得重练 别人可能会觉得这很枯燥 但只要能诠释好傅嘉义 佟丽娅就觉得值得 说到佟丽娅 或许大多数人第一印象都是美貌 又或者是清准白月光 年轻时 她确实演过不少美的角色 但佟丽娅深知 花瓶始终是花瓶 想要被人记住 必须呈现出更深刻的内涵 美从来都不在外表 还在于一个人的灵魂和价值观 近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佟丽娅 正在一种全新的姿态 改变观众对她的印象 尤其是我经过风暴的徐敏 她奋力反抗家暴 始终都在用自己的力量 展现女性的坚然和强大 这一次的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 佟丽娅再次突破自己 用双脚来演戏 我们都看到了佟丽娅在事业上的进取心 还有重写自己人生的决心 哪怕人生前40年都被当成花瓶 她也要从第41年开始改变 就像平凡的时间里的那句话一样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 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退去了那种被凝视的美之后 佟丽娅那种强大的生命力才更加耀眼 正如电影中的附加艺 活出自己的人生 拥有丰沛的灵魂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 作为暑气党唯一一部大女主电影 电影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 并不是俗透的深情片 反而十分具有社会责任感 通过展现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活 让大家看见了8500万的残障群体 希望大家在了解他们后 能摘下有色眼镜 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 都是好好生活的普通人 在现实中 依然还存在像丢丢一样的情影 据统计 我国每年大概有10万名婴儿被遗弃 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缺陷的女婴 从一出生就被丢进草厨 厕所 垃圾桶 明明在最该被爱的年纪 身边却只有冰冷的垃圾 或许是因为现天缺陷 又或许仅仅因为她是女婴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 都不能成为被抛弃的理由 他们值得被看见 也值得被爱 希望他们都能和丢丢一样 遇见充沛健全的爱